第三十课 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三十课的第二小节 在前面的几节课里面 我们讲了教会的几个特性 唯一 至圣至宫 今天我们要讲教会的第四个特性 从宗徒传下来的 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讲了 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教会要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这个不是教会自己讲的 这个因为是主耶稣这样选择的 我们看《马尔谷福音》 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 里面是这样讲 它说耶稣上了山 把自己所想要的人招来 他们便来到祂面前 祂就选定了十二人 未同祂藏在一起 并未派遣他们去宣讲 且具有驱魔的权柄 祂选定了这十二人 接下来就开始列出这十二个人的名字 所以我们知道说宗徒是耶稣所选定的 今天我们讲宗徒是指的是这十二宗徒 这十二宗徒我们算是因为是主耶稣的拣选 是主耶稣的选择这样去做 所以祂选了这个十二个门徒 接下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说这十二个宗徒 有波多禄是宗徒长 宗徒长 我们经常讲的是宗徒长 为什么波多禄在十二个宗徒里面 波多禄是为首的呢 这个也是因为这是天父的选择 是天父的启示 这一段在《玛窦福音》第十六章 十七到十九节里面 当时因为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当时波多禄讲说你是墨西亚 耶稣就回答说 启示你的不是血肉 而是我的在天之父 接下来耶稣讲了这个话 耶稣说 约纳的儿子希玛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跟你说 你是波多禄 就是磐石的意思 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 接下来 我要将天国的药池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主耶稣把这样的权柄交给了波多禄 当然也不光是波多禄 也包括跟祂在一起的宗徒们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拣选了宗徒 拣选了宗徒 付给他们这个权柄 所以我们说教会必然是 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 当然是从祂的宗徒这样传下来 接下来还有一句话 在《马逗福音》第十章四十节里面 耶稣讲了这个话 宗徒们说 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 这句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人们讲说 我信耶稣基督 我接纳耶稣基督 可是我却不接纳祂教会的教导 这是不可能的 耶稣讲了说 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 如果说我们不接纳我们的教会 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教导 我们就是不接纳主耶稣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 宗徒和耶稣相连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再看在《恶佛所书》 在《恶佛所书》的第二章里面 十九到二十节 圣经里面这样讲 说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 这是在圣某路的书信里面 写给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教友 这样讲 他说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 而是圣徒的同胞 是天主的家人 接下来很重要 他说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而耶稣基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角石 换句话说这个建筑物的角石是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之上是宗徒和先知 在这个基础之上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圣徒 我们的信友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信仰耶稣基督 可是我们和宗徒们没有关系 这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一定是 祂是我们的基础 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 宗徒在整个教会的结构里面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讲宗徒的职务 宗徒有什么职务 我们知道耶稣选了十二宗徒 有的时候人们说耶稣选了十二宗徒 那当然是那个十二宗徒 可是今天他们都不在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跟他们有什么样的相连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这个宗徒的职务 它有不能传下去的一面 哪一方面不能传下去呢? 它主复活的特选的见证 因为主复活了显现给他们 显现给他们这些宗徒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当他们过世以后 他把这些传给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就不能像他们一样 去左右这个特选的见证 还有说他们作为教会的基础 这些宗徒因着他们的见证 他们构成教会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能往下传 人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 将这个信仰传下去 但是我们的信仰确实有能传下去的一面 包括宗徒的职责能够传下去的一面 靠什么传下去? 靠主耶稣的话 主耶稣的承诺 主耶稣说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 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在一起 另外我们知道教会生命的根源是什么? 是福音 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主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福音就是将 耶稣的言和行祂的生活告诉我们 使我们能够认识祂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宗徒们的职务 是可以传下来的 今天我们知道从教会的两千年的传统里面 我们知道主教就是宗徒的继承人 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 在宗徒们死后 他们将信仰 将耶稣基督所给予他们信仰的宝库 不断地传下去 继续宗徒们的使命 接下来我们看宗徒的使命是什么? 其实宗徒的使命就是传布福音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领了喜的基督徒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招教 在本质上来说 都是从事宗徒使命的这样一个招教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圣招 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按照这个时代的要求 按照圣神的恩赐 给每个人不同的礼物 不同的能力 以不同的方式 去继续宗徒的使命 一直到时间的终结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 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通过媒体的方式 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这也是和宗徒的使命连在一起 使大家能够认识福音 能够认识主耶稣 所以我们说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认为这样好 祂这样选择了 所以最后留给大家的一句话 是马尔谷福音的十六章二十节 它说他们出去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所传的道理 好今天我们这一小节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